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一个月前呢,我搭建了我身后的这套桌面 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用这一套桌面拍摄和剪辑了三四期的视频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搭建这套桌面的过程 视频里面出现的所有东西呢 我会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列一个清单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自取 如果这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 大学以来呢,我使用过三套桌面 除了今天介绍的第三套之外呢 第一套是大二时搭建的寝室桌面 因为现在毕业离校了 所以就不介绍这套桌面了 第二套是毕业后办公室房间的桌面 这一套桌面最大的问题是空间问题 一方面是桌面空间的不足 另一方面是桌子距离背后的墙面 还有储物架都太近了 想要使用桌面拍摄一些照片和视频 就会显得很难受 更不要说架灯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位置窗外的风景是真的非常不错 于是呢,我打算直接把外面原本用来直播的客厅 改造成办公的地方 首先,我把原本非常丑的窗帘给拆掉了 换成了三卷百叶窗 早上的阳光照进房间会非常好看 猫咪呢,喜欢躺在地毯上睡觉 桌子,我购买的是Vitlink家的 北美黑胡桃木电动升降桌 桌板的颜色不会太过浓艳 尺寸呢,选择的是最大的1.8米乘0.7米 足够放得下我想放的所有东西 电动升降支持0.6到1.2米的升降范围 可以保存三个预设高度 响应迅速、安静、稳固 人体工学椅选择的是西号的浅灰色V1 椅背的高度有6厘米的调节空间 扶手可以调节前后、高度和角度 腰靠可以进行上下前后的调节 头枕可以进行高度和角度的调节 椅子最大支持140度的仰角 我购买的是脚踏款 休息的时候可以把腿放在踏板上 这个龙文特网确实比大学时候做的迪瑞克斯电竞椅要更透气 主机的搭配是5950X加3090 在用达芬奇剪辑A7S3拍摄的4K10B422XAVCS编码的素材时 几乎可以不用生神代理文件 应付4K最高画质下的各类的游戏也是不在话下 显示器是明基的PD2700U 4K分辨率色彩精准 带有4个USB3.1接口 显示器支架在之前一期iMac的视频中出现过 是来自VZONE的7RB支架 使用显示器支架的好处是通过身高显示器高度来节省桌面空间 预防和缓解颈椎病 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加一根B来加笔记本 显示器背后的各种线材都可以藏到竖线器中 这里我一共藏了5根线 一根显示器电源线 一根DP视频线 两根菲利普Q的电源线 以及一根USB防口线 显示器挂灯是明基的ScreenBar Halo 可以直接连接到显示器的USB3.1接口进行供电 遥控器相比上一代升级为了无线款 通过旋转调整色温和亮度 游戏外设我选择的是雷射的无线增加桶 在此之前呢 我一直使用罗技的G610键盘 搭配G502HERO有线鼠标 使用体验都很不错 疫情期间因为原本的G502HERO封在学校里 我还买了第二支G502HERO 从G500开始我就很喜欢罗技的滚轮无阻力模式 在浏览网页和打CSGO的时候都很好用 这一次因为想要搭建的是尽量无线的桌面 所以干脆换换口味 鼠标是魁蛇威尔专业版 高中时候我也使用过有线的链鱼魁蛇 所以还是很方便上手的 比起原先的G502HERO确实轻便了不少 就是我的这个USB无线接收器 接在机箱前后的USB接口上 鼠标都会有掉针和断链的现象 但是插在这个换彩充电底座上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键盘是黑寡妇蜘蛛V3无线版 绿轴 用下来感觉手感很不错 就是绿轴的声音会很大 只建议一个人做的朋友购买 哦对了 这款键盘和鼠标 都可以通过切换2.4G和蓝牙的开关 来无缝切换连接的设备 相当于只用一副键盘鼠标 就可以控制你的台式机和笔记本 这个桌垫我强烈推荐 太适合我这种从小就汗手 打个游戏能把鼠标垫进尸的人了 它是来自Vitlink的毛粘垫 尺寸是900mm x400mm 不容易脏 也很适合用来拍摄 耳机呢 是历史的影教终极版 这款耳机呢 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不知道是因为自重比较重 还是我的眼睛情况比较厚的原因 时间带久了头会很痛 如果大家想找一个防沉迷的好方法的话呢 可以试试这个 耳机支架是SkipperTech的胡桃木木质耳机支架 和桌面的颜色会比较搭配 麦克风是Rod的NTUSB mini 几插几用 自带无延迟的3.5mm监听接口 贴在显示器背面的 是两根菲律普的HUE条形灯 通过连接在路由器上的桥接器 我们可以使用手机APP来控制它们的颜色和亮度 手机APP中有非常多的预设 可以根据当前的场景氛围来选择预设 因为我购买的百叶窗的颜色是亚光珍珠白 所以染色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经常用它来打背景光 通过电脑端的Hue Sync可以实现让灯光根据电脑的画面和声音进行变化 这里我播放一段战地2042的预告片片段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呢 菲律普的Hue可以和雷蛇的雷云3进行设备灯效的联动 还是非常方便的 周面上的模型和手办是高中时候做的阿吉自由高达 和20年买的Union Creatio的灰原i 显示器下面的这个是马里奥的狸猫款下速灯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一个整洁的工作环境对工作效率的提升是巨大的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进三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